这是一位粉丝的投稿,他说,我今年33岁了,我喜欢里面什么都不穿,但我不是一个变态,和你们想象中的暴露痞不一样,你们理解的暴露狂应该是那种喜欢在公众,或在深夜某故事男性或女性面前突然窜出,显露自己奇观,以达到性快感吧,这只是其中一种。 我的程度没有这么夸张,我只是单纯的有暴露痞,不会在深夜孤独时刻突然窜出来吓到别人,我喜欢会享受的是别人看到我裸裸的身体,如果还有赞美的话,就更增加快感和舒适。 这个别人并不一定要我喜欢的人,曾经一度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,但我又没办法抛弃真实的那个我。 我不敢和任何人轻易吐露我的这个癖好,因为我怕我随便说的话,我就会成为大家害怕的怪物。 不过人就是这样,逆逆藏得越深,自己内心的欲望就越强。 不说出来的话,心里就会觉得很刺囊难说。 从小我就被教导男女有别,不能在公动场合做不合适的事情,女孩子就应该做女孩子的样子。 我问过父母很多次,什么叫做不合适和应该,母亲总是会解释不清,搪塞过去。 我知道我的母亲很爱我,并且亲戚所有来培养我。 那个时候,我家住在一楼,我独处中住宿去了,并用底楼这个位置优势,我家就开启了麻将馆,为的是多一份收入来补提家用。 原本140平的房子,三室两厅两卫,其中三个卧室,只保留下了一个卧室来当休息室,其他全部都用来安置麻将桌了。 我以前是周末回来,和父母在一个房间内挤一挤就住过去了。 但后来我有特殊原因,不能住校,需要组毒,洗澡就成为了一个大麻烦。 麻将有早场,也有晚场,而人也有三级。 白天厕所肯定不会开灯,而且有很多时候怕有味道窜出来,所以厕所门通常都是关上的,比我上厕所的人没反锁,就容易撞上。 记得有一次,我要到厕所拿一双袜子,一推门就退态了。 里面站着的是打麻将的男客,正在站着尿尿。 按照正常人的反应,应该是惊惚失措说着抱歉,然后关门。 但是我并没有关门说抱歉,而是面无表情地进去拿了袜子,丝毫没有别的反应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做,后来我想明白了。 因为我好奇,我好奇如果男客人正在方便,一个小姑娘走到身边来,会是什么反应。 离奇的是,对方也没什么太夸张的反应,有可能是懵了,没反应过来。 这样的平庭无奇,竟然让我有点失落,他没有呵斥我,让我出去,而是继续上厕所,不知道他嘻嘻的这个过程,有没有对我打断呢。 事后,男客也没有声张,毕竟我那个时候才刚上初中,他说这事干嘛呢? 说出去,是他难堪,还是我尴尬呢? 对吧? 所以,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。 第二次发现我有怪癖,是我在家中厕所洗澡,可能是我没把门拴锁好,但我当时确实是锁过的,又来一个盲撞冒是鬼,推了几下,就把厕所门给推开了。 而我赤裸站在淋浴下,竟没有一点惊慌失措。 反而是对方莫荒而逃,但我开始脑补,对方应该在最后关门的时候有气息吧,毕竟我该发育的第二行中也都发育了,他会不会一赢我呢? 如果说看男人尿尿,还没吓到我的话,这一次我的想法,真的有点吓到我了。 我怎么小小年纪,那么变态呀?虽然觉得自己变态,还是暗爽。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妈知道了,她或许我爸,那个厕所门门拴早就该换了,都怪她总是不去换。 家里客人又多,我每天回来还要上厕所,洗澡,进出多不方便。 在厕所门栓没换之前,我每次洗澡,我爸都会单张椅子在厕所门抠手着。 我还能听到我妈催促,快点去换门栓,归你洗澡,你坐厕所边向什么样子。 后来,门栓换了,尽管我还想不锁门,但又怕被我妈说,就只好把心中的小怪痞暂时压制住了。 上高中后,我考上了市里的高中,又开始住校,周末才回来,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 我就以为所谓的怪痞,不过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和另类,那时不懂的。 到了大学毕业,出来工作,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处房子。 第一次独自在外居住,我充分感觉到了自由,一丝不挂地在家里随意走动,让我身心都愉悦。 接着,我发现我出门也不喜欢穿胸罩,甚至不喜欢穿内裤。 我以为是我胸大,有些胖,穿胸罩和内裤是一种束缚,并没有察觉这是一种潜藏的暴露想法。 毕竟穿衣自由,我又没有不穿,外面都套着外衣外裤,谁又能知道我里面挂空档呢? 只是夏天不穿内衣,乳头会有秃点。 我本身是不想沾乳贴的,但还是担心别人会把我当怪物。 于是我只是在我认为安全的情况下暴露过几次,比如在深夜,一个人拖着金光,站在阳台上跳舞。 又比如我只是穿了一条睡裙,内衣内裤都不穿,就下楼做核酸。 这种害怕被人当怪物,又渴望让人看到我的裸体,非常刺激,简直令我欲罢不能。 还不止这些,我会把自己胸部的照片拍下来发到网上,看到有人停了一些露骨过火的留言时,我也不会感到生气。 反而觉得不管是赞美还是贬省,都很爽,终于有人看到我的身体了,而且是很多人。 碰到我有好感,我觉得长得帅的男生,我在聊得差不多以后,就喜欢聊一下黄断的话题,定主动要求看对方的私密部位。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,好坏,好放荡,我又享受这些快感。 就这样,我陷入了一个循环里,就如我讨厌这样的自己,可我又无法抛弃真实的那个我。 之后,我谈了第一个对象,很快我们关系好了,就同居了。 也正是这次同居,让我更深层,更立体地了解了我自己。 一般的床上运动,我没太多快感。 本以为是因为我敏感点的发指比较高,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起一些比较新奇的体味和道具,但还是很难达到我想象的状态。 起初,男友很配合我,但久而久之,他就觉得我在这方面的要求太多了,老是这样追求刺激也不好。 我只能把我小时候和平时的古怪癖好讲得出来。 我觉得,可能绝大部分异性都没办法接受吧,还做好了男友会和我分手的善解的视频直到这里,结果大家才能往小里面,要是没说什么。 欢迎大家点小孩心里去配能支持,并且有我跟西市下已久的保持下动力。 西无在阳台,实在设置后,上来中国的小野外,闭嘴,很有看家好,汉奸,都是小慧。 我有原样重要的消息,思议也得想爱你们。 我就能写下高四公里的快歌已经开通了,我也是找到一道,对我特格教会之理和最小为时,谢谢他身心里。 但很下来,我突然意识到,我想欢迎大家订阅或是向通过上LiveWayb去装长鞋。 我会打扰频道第1号中方的主持人品都听了,您还可以做深奥地了解我。 我那时要像阿尔克利丹斯,正是人机去查视频哦,您的电脑没有,可能有不要让我也信号你前行的剧样经常在床地下年,您七毛色喝的所把日给我的人养嘛。 阿尔克利丹斯手机,又是一地价,在视频下一个视频就介绍,点击投票哦,还叫我们两家人准备结婚的小出婚,你是伟傻,用帽子匹,可以知道。 可以在视频下方问我找到,接我的品号以后,我也向他们坦白,让他们放心,我不会是那种随便在公众场合,暴露自己被抓起来的变态,因为这个话题毕竟是极道性,我已经是个成年女人了,和父母公开讨论, 多少会有点尴尬,主要不是我尴尬,是父母尴尬,在我解释自己有分寸后,他们也只是说教了几句,这件事就算翻篇了。 后面我也在我和男友的共同好友那里听到过,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,大多数是一些不好听的话,我没反驳,就随人家说去吧。 在之后,我拿到了一个外地的工作机会,开始新生活,也遇到了我的第二个男人,一个比我大15岁,比我成熟很多,也对我非常温柔体贴照顾的男人,周先生。 周先生虽然是我在工作场合认识的,但我们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利益往来,我们熟悉之后见过彼此的父母,我爸妈对我找了的年纪比我大那么多的男人,一开始是不太同意的, 不过他们和周先生都相处一段时间就明白了,他真的特别特别照顾我,就像我的爸爸一样,甚至比我爸对我还细心多了。 周先生离过婚,有过一个孩子,不过他还想再生一道两个孩子,所以他是需要能和我结婚的,但我因自己的暴露脾,害他不被他接受,一直未改让他知道。 不过,长期亲密接触,又怎么可能瞒得住? 后来,周先生还是知道了,只是他的性格很嫩文尔雅,并没有拆穿。 直到有一次,我和周先生因一件小事办了嘴,他在哄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。 我一下就弹跳起来,不敢直视他,我在周先生面前一直扮演的一个乖巧可人的小姑娘形象,有了和初恋男友的前车之见,我再也不敢轻易把真实的自己展示出来了。 再加上我觉得,周先生除了年纪大了一点,比过一次婚以外,其他硬件条件,软件条件都相当优质,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,我年纪也不小了,我害怕错过他。 当晚,我连手机都没拿走,就跑出了门,只听到周先生在我身后不断叫着我的名字,我就跑得更加快,弄得电梯等不及,就跑楼梯往楼下冲去。 快跑出大厅的时候,被周先生追上了,一把拉回我。 他不断说我们什么关系啊,为什么都不敢告诉我呢,甚至凭说我做的还不过好。 周先生一边抱着哭得颤抖的我,一边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。 这个插曲过后,我和周先生回了家。 他先走进厨房,给我倒了一杯热水,我窝在沙发里,把自己缩起来像一个刺猬,他坐在我旁边。 如果我俩谁都不说话,那很有可能我俩会对坐到天明。 所以,是周先生先打破的沉默,他说他不是故意的,只是有一次不小心看到了我的小号, 然后他时到好奇,就登陆上去翻看到了我的那些裸露照片。 一开始,他也还觉得我是在搞什么黄色生意,又或者是约炮之类的。 但周先生后来通过回忆和我相处的点点滴滴,让他猜测是不是只是某种癖好。 他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,知道这些癖好是可以通过心理干预和家人关心得到控制,改善的。 再说,他也觉得我并不算严重到要到公共场合去入私处的地步,只不过是在网上。 周先生说了很多,我还是很紧张,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吧,因为这一次我不想,我别再一次抛弃,所以我先提了分手。 周先生不同意,说对我一点时间,让我想清楚,他先搬出去,然后就收拾行李,搬去了朋友家,对外都说是他惹我生气了,让我冷静冷静。 我本来以为时间久了,他会放弃,但是周先生每天都会来我家对我做饭,带着法子,对我开心,甚至我周围的朋友都来劝,跟我说周先生的好话。 我生日那天,周先生给我办了一个生日派对,邀请了我所有的好朋友。 对着生日蛋糕许愿的那一分钟,我悄悄地在我内心说,我愿意再相信爱情一次。 那天以后,我跟周先生和好了,我俩对于我有暴露痞的事情讨论了一下。 用周先生的话来说,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,需要接纳他们的缺点,更何况是自己的伴侣。 周先生先是咨询了心理医生朋友,朋友更多的一起这种治疗的方式,还是认知领悟。 而我的行为顶多只是算轻微,而且也并不存在偏执意义上的暴露体,适当地放松自己就可以了。 只是苦了周先生,经常上班时候收到我的一些裸露照片,我们两个也会在手机软件上分享一些心得,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夫妻情趣,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帮到和我一样的年轻女孩。 今年五月,在恋爱一年半后,我和周先生领证了,持证上岗了。 目前看来,我们依然和睦,正在积极备孕,需要孩子的出生,能让我过上更正常的生活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意思,欢迎大家点赞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。 你们的参与,你们的订阅,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。谢谢大家。 如何投稿给我?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